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的一个简介的一个内容 在今天一个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会特别谈到有一个核心的重点 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市场有传出消息出来 中国大陆他要禁止这个他们的公务员 公务员使用海外的手机 其中呢这影响最大的会是苹果 第一个为什么会是苹果 今天节目会告诉你 第二个苹果相关的概念股当中 包含了大力光包含了台积电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负面的影响 以及第三个在节目重点当中 我们要如何去因应中国跟美国这样子最新 辟新出来的一个新的战场 我们要如何去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来去因应 今天详细的节目内容当中都会告诉各位 谢谢